建築和藝術非常相似 又各有不同 一方面,兩制都講求創意和美感 另一方面,藝術未必實用 但建築就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香港建築師學會的竹子室展覽 展出超過80位本地建築師的創作 當中包括繪畫、裝置、雕塑、研究計劃等等 我們的概念 就不只是來看一些藝術的作品 看一些畫、看一些照片、看一些設計 我們覺得這次是一個機會 是一個平台 是讓我們可以看深一點 所以其中一個 例如《Look Deeply》建築室 就是給我們同樣一個事情 我們可以用一對不同的眼睛來看 這次我們就試圖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藝術作品 而希望藉著這次的展覽 我們更加認識建築 建築師他們觀察周圍的環境 都會看到是很不同的 譬如用速射的手法 或者是記住在腦裡 然後回去自己才再創作 或者不是純粹一些視覺上的觀察 而一些自己心裡的感受 然後畫出來 不同的建築師都有不同的方法 就算它的媒體是同一樣 我們看到其實在創作上 其實有很多的可能性 雖然表達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大家都不約而同 關心生活空間這個題目 例如《LAP》工作室的建樹 就以一棵鐵樹為枝架 樹枝上面掛上一個個 象徵理想家園的玻璃球 理想家園 今天是不是只是一個追不到的夢想 其實這棵樹有兩種圖 第一種圖 就是我們想在這個展覽裡 拿著這些玻璃瓶的所謂的理想世界 是一些小小的盆栽 我們設計的時候 就想用一個樹為一個藝術去 去建築一個理想的環境 主要就是想做建築師有建樹 因為我們的很副大 最重要就是為大家去建立一些理想家園 可能大家會覺得這個城市空間不夠 陸法空間不夠 我們希望這些理想家園 都在代表我們一些對理想家園的奇想 之前在Croconfort導展出的時候 這件作品還化身成千秋 給大家在上面玩 與眾同羅 而另一位建築師Trisley 就研究怎樣善用現有的公閒空間 來解決香港的主屋問題 由實際的角度去尋找更多的生活空間 我們把那些空間 當然是拿走了 然後做了這些透明的 好像櫃桶一樣 其實就是探討 空間可不可以真的靈活地活動呢 所以其實這個 你會看到有些窗 已經是說 可能和現在公廈的窗 設計有點不同 其實有很多變化 無論是空間上面 或者大小 甚至樓層可不可以是兩層的空間 其實都可以做得到 後面那個就是一個比較抽象 當我們抽了一些空間之後 其實那個位置可以怎樣去利用 或者活化呢 生活空間其實都佔據很多東西 其實無論是我們平時的生活 住啊、吃啊 或者是平時我們真的有興趣做的東西 譬如我自己有興趣做這些裝置的時候 在藝術上面的時候 怎樣能夠可以真的從生活之中可以散發出來呢 這些都是我有興趣的一些 topic 建築可以為人解決問題 亦都可以描述我們對生活的寄望 在大家為空間煩惱爭吼的今天 建築又可不可以為我們提供答案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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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